朝中社星期四报导称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 前一天接见到访的俄罗斯国防部长 少一股衰龄的俄方军事代表团 朝中社报导 双方申请回顾根深蒂固的朝俄友好历史 就国防安全领域彼此关切的问题 地区和国际安全环境进行评价 并交换意见达成一致 朝中社评价称 这次会面是适应新世纪要求 进一步发展朝俄战略关系和传统关系 应对瞬息万变的地区及国际安全环境 进一步深化两国战略及战术合作的重要契机 朝鲜虽未公开具体的会议内容 但据观测双方获救俄乌战争加剧的韩美热 对韩中俄新冷战格局进行评价 还有可能讨论了对俄军援问题 另外 少一股向金正恩转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笔信 金正恩对此表示感谢 双方还互赠了礼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